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来自古代神医华佗的睡觉秘诀 看完之后 觉得有帮助的 记得分享给自己身边的家人以及好朋友 他们一定会感谢你的 根据医学和我的体验 观察一个人真正睡着最多只有三个钟头 其余的都是浪费时间 躺在枕头上做梦 没有哪个人不做梦 至于醒来觉得自己没有做梦 那是因为他忘记了 正午只要闭眼 真正睡着三分钟就等于睡了两个钟头 不过要对正好中午的时间 午夜只要在正子时睡着 五六分钟等于六个钟头 这个时间的学问又大了 同宇宙法则 地球法则 一经阴阳的道理有关系 而且你会感受到心脏下面 硬是有一股力量降下来 与丹田的力量融合 所谓水火寄寄 豁然一下 那你睡眠够了 精神百倍 所以 失眠或从事熬夜工作的人 正子时时 即使有天大的事 也要摆下来 睡他半小时 到了卯时时 想睡觉千万不要睡 那一天精神就够了 睡眠与养生 一 睡眠的规则 战国时 明依文志对齐威王说 我的养生之道把睡眠放在头等位置 人和动物只有睡眠才能生长 睡眠帮助脾胃消化食物 所以睡眠是养生的第一大补 一个人晚上不睡觉 其损失一百天也是难以恢复 睡觉是养生的一大功能 养的就是用大量的健康细胞 去取代腐败的细胞 如一夜不睡 就换不了新细胞 如果说白天消亡一百万个细胞 晚上只能补回来五十万个细胞 这时你的身体就会出现亏空 时间长了 人就糠了 像糠萝卜似的 为什么世上有百岁老人呢 因为他们在每晚 都在二十一点钟准时睡觉 现实生活中 不少人有入睡难 睡眠质量不高的毛病 睡眠不好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如肝火过剩 睡觉警觉 胃火过剩 睡觉不安 肝阴不足 睡觉疲劳 二 睡眠与疾病 现代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 给人们的身体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 形成了四大病 水果病 冰箱病 电脑电视病 熬夜病 肝脏有一特点 沃泽回血 坐立 向外供血 此时 其实二十三点 就是新的一天的开始 并不是零点开始的 这是我们犯的错误 肝胆相表里 互为一家 二十三点 胆经开了 如若不睡 大伤胆气 由于十一腐脏 皆取决于胆也 胆气一须 全身脏腑功能下降 代谢力 免疫力纷纷下降 人体机能大大降低 胆气支持中枢神经 胆气受伤 亦患各种精神类疾病 比如抑郁症 精神分裂症 强迫症 躁动症等 丑时 肝经醉枉 丑时不眠 肝无法解除掉 有毒之物 产生新鲜血液 因藏血不利 面成青色 久之 已患各类肝病 乙肝病毒携带者 是由于晚上经常不睡觉 人太虚弱了 也就是说 秩序太乱了 病毒 已经到了细胞里了 垃圾睡眠 给肝脏带来多大伤害 肝煮出现 过子时不睡 可引起肝疏蟹不利 肝气郁结 可见易怒 头痛头晕 眼红 眼痛 耳鸣 耳聋 胸斜胀痛 女性月经不调 便秘 也可引起肝气生发不足 人会 目眷神皮 腰膝酸软 眩晕 失眠 经济 精神恍惚 重则会晕倒在大街上 不省人事 肝开窍于目 过子失不睡 亦引起肝虚 则出现视力模糊 老花 夜芒 胃光 迎风流泪等症状 还会形成青光眼 白内障 眼底动脉硬化 视网膜病变等眼疾 肝主经 其划在爪 过子失不睡觉 会引起肝血不足 就会出现肝痛 麻木 屈身困难 静蓝抽搐 逆造成灰指甲 缺钙 冰骨软化 癫痫病 骨质疏松等症 肝与心 过子失不睡觉 可引起肝血不足 由于心主易生殖血脉 肝有储藏和调节血液的功能 会造成心脏供血不足 引起心慌 心颤等症状 严重的会形成心脏病 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 睡眠方法 如果你每晚22点钟左右躺下 静静地不要说话 到23点的时候 也就睡着了 肝胆 开始回血 把有毒的血过滤掉 产生新鲜的血液 到100岁也没有胆结石 也没有肝炎 囊肿一类的病 如果你天天熬夜到1点多 肝回不了血 有毒的血排不掉 新生的血生不成 胆又无法患胆汁 所以这些人 很容易得胆结石 囊肿 大三羊 小三羊 各种病症 肝胆在下胶 如果胃出现问题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 寝睡不安 一个是胃寒 如果这个人胃养本来就不足 过多的喝绿茶 就会出现胃寒 胃寒的时候 人是睡不好觉的 或者吃带泥沙之物过多 胃隐隐作寒 肯定是睡不好的 再一个是胃热 就是热气往上走 嘴里喘的都是热气 像这种情况 也是睡不好觉 再一个是胃躁 口干舌燥 胃里感觉到燥 还有一个是胃厚 气味的胃 胃厚 这种情况 就是吃了这种厚腻的味道 有人吃海鲜 吃鱼 吃炖鸡 味道好鲜美 吃多了 美味不可多用 这些东西在里面 要稀释它 不稀释它 它在里面味道太浓了 所以这个也是睡不好觉 睡觉时 要脂暖 四肢要暖 因为四肢是羊脂本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四肢不暖 肯定是肾羊不足 应该在睡觉之前 把手脚悟暖 手脚和肚脐背后的命门 都要盖好 睡眠法因人而异 下面介绍三种方法 一 睡觉前 简单地压腿 然后在床上 自然盘坐 两手重叠放于腿上 自然呼吸 感觉全身毛孔 随呼吸一张一合 若能流泪打哈欠 效果最佳 到了想睡觉时 躺下便睡 二 仰卧 自然呼吸 感觉呼吸像春风 先融化大脚趾 然后是其他脚趾 接着脚 小腿 大腿 逐渐融化 如还未醒着 从头再来坐一遍 三 入睡快的人 可右侧卧 右手掌托右耳 右掌 心为火 耳为木 二者形成水火寂寂 在人体中 形成心肾相交 久之 养心滋肾 现代医学证明 早睡早起的人 精神压力较小 不宜患精神类疾病 早晨不要太早出去锻炼 因为早晨在没有太阳出来前 地下中的脏气 浊气正在往上走 这些气体 对人体损伤是很严重的 睡眠中不可忽视的疾病警告 应注意 一 睡眠已早 悟过于时时 老年人以八点为正 悟过九点 凡交十一时 为阳生时 属肾 此时失眠 肾水必亏 心肾相连 水亏则火旺 罪易伤神 千万物以安眠药片助眠 二 枕上切记思索 计算未来事 睡时 宜一切不思 鼻息调君 自己静听其气 由粗而细 由细而微细而息 誓此身如无物 或如堂入雨水 化为乌有 自然睡着了 三 如有思想 不能安卓 切勿在枕上 转侧思虑 此最好神 可坐起一时再睡 四 在午时 即上午十一点至一点 为阴生之时 属心 此时如不能睡 可静坐一刻钟 闭目养神 则心气强 凡有心脏病者 切宜注意 每日与此二时注意 则元气日强 无心跳腹泻 或者小便平素之病 五 夏日起一早 冬日起一迟 居北方 宜防寒气 如在月桂等省 早起防山蓝胀气中病 时后 勿养天睡 早起如在银时 三点至五点 此时 切记欲怒 必损肺伤肝 万旺注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